在美容城做完头发 然后你就和他一起逛商店了是不是 是啊 你不知道 做头发的时候倒是挺有趣 他做头发 我在一边学习美容美发的知识 受益匪浅 可是做完头发开始逛商店的时候 他就开始了疯狂购物 购买衣服啊 一会儿功夫 买衣服花了两万多啊 吓死我了 这也能接受 人有钱就使劲花呗 最让我痛苦的 是逛商场的过程中 梅玲那张嘴巴呀 喋喋不休地和我说着那些话呀 我痛苦万分的 哦 都说什么话了 干嘛痛苦 又开始持续自己的官场阅历了吧 哎 这倒不是 比这个还要让我痛苦的 这个没大姐啊 三句话离不开男人 开始呢还行 还要说她老公有多喜欢她 买了什么名贵的礼物送给她 又买衣服送给她 说她上一次啊 和她逛街的时候 花光了她钱包里的三万元钱 又是吃饭 又是唱K 又是宵夜 说她对她是如何的着迷和痴心 后来呢 她就开始说 那些有钱有势的男人 对她的追求 她说那些男人啊 都想得到她 请她吃饭 请她喝咖啡 对她言语暗示和挑逗 我听了心惊肉跳啊 这个梅玲 什么话都能说出口啊 厉害 佩服 我听了秦儿说梅玲的这些话 心里感到了深深的厌恶和鄙视 我觉得这样爱慕虚荣的女人 是不配得到真爱的 她长得并不算很漂亮 不过她会打扮 会发嗲 会撒娇 她不管男人是已婚还是未婚 只要是有地位的 说话都是嗲哩嗲气 见到当官的男人 就是一副喜喳喳的模样 她最爱干的事情之一 就是在女人面前 炫耀不同的男人对她的好 所谓的好 就是送她礼物 请她吃饭 消遣之类的 其实呀 这些有什么好炫耀的 逛街这么长时间 她说来说去 都是这些下三乱的事 这样的事 她居然也说得出口 她炫耀完了 还要踩我一下 她说 像你这样的年轻女人 缺少风情和风韵 如果不好好开发 注定是没有男人喜欢的了 没人喜欢就没人喜欢嘛 我才不去搞这种开发呢 只要风格喜欢我就行 别的男人我才不稀罕呢 总好过她这样爱慕虚荣的人 让人反感和恶心 我笑了 点了点头 清儿 有你这种想法 我很欣慰啊 清儿突然整索地说道 风格 其实啊 梅玲这样的个性 让我一想起和她在一起 就心里涌上了一种复杂的情绪 我实在不欣赏她这种 爱炫耀的性格 如果她炫耀的是别的东西 还勉强能接受 偏偏她炫耀的这种东西 炫耀男人 让人想起来心里就好肉麻呀 她不知道 她的炫耀起的是一个绝对的反效果 我听了之后不是羡慕她 而是反感和厌恶 清儿怀疑她的人品 我赞赏地点了点头 不错 学会分析问题了 今后 你也要学会 适应同各种人物打交道 这林子大了呀 什么鸟都有 嗯 好的 这会儿你神色好了 刚才说话怎么那么冷呢 我一听你提起她呀 我就烦了 清儿听了笑了 嗯 好的 那我以后 尽量少提她 女人听到自己的男人 说不喜欢某某女人 心里总是不反感 比较快意的 清儿也是如此 晚饭之后 我和清儿去了老三的公司 老三和蓝姐 正在教室门口谈话呢 见我们来了 老三迎上来和我说话 清儿则是一蹦一跳地 跑到蓝姐那里 说笑去了 老三一拍我的筋包 老五 怎么着 今儿中午我真生气了 我一拍老三的筋包 我去 至于吗 哪里有啊 就是 我说那不会的 蓝姐还一个劲地犯嘀咕 说你会不会真生气了 我笑了 冲着蓝姐一仰手 蓝姐 晚上好啊 蓝姐看我的神坛 笑着冲我一挥手 小男人 晚上好啊 蓝姐叫我小男人 清儿听了个个的笑个不停 正说着呢 杨阁和宋明正先后来了 两人一见晴儿先检讨 徐老师啊 对不起啊 昨晚我们吃久了 没来得及上课 耽误了课程 请徐老师见谅 晴儿捂着嘴巴笑道 你们不来 我也没法制约你们呢 耽误的课程 我不会给你们补的 自己个儿去自学补上啊 杨阁乐呵呵地点头 听徐老师训事 说完 杨阁冲我们笑笑点点头 先进去了 宋明正停下脚步 看着我笑了一下 我也笑着看着宋明正 宋明正笑得很有异味 很悠然的那种笑 我则笑得很期待 终于宋明正说了一句 老爹 谢谢你啊 我心里一宽 蒙说道 宋局长 别客气 好像一切尽在不言中 说完宋明正进了教室 老三看着我 诶 宋局长要谢谢你 你为领导做什么贡献了 我笑笑没有说话 晴儿看着我 眨巴眨巴眼睛 突然抿嘴笑了 蓝姐嘟囔了一句 莫名其妙啊 一会儿晴儿进了教室去 和学员交流 老三和蓝姐去帮忙收拾教室 我站在那里 看着教室里 正和学员们 谈笑风声的宋明正 想这个家伙 此刻到底在做什么打算 一会儿梅灵来了 风风火火的 见到我笑了笑 怎么 江主任 专程来陪夫人上课 护花使者啊 来打打下手 搞服务的 哟 这领导就是服务 我看你袖手站在那里 像个领导了啊 梅灵打圈地说了一句 眼睛往教室里一瞥 咦 那不是杨部长吗 他也来学英语了 说完 梅灵静止地走了过去 漫面笑容 呀 杨部长 您亲自来学习了 杨哥看见梅灵 没有起身 也没有伸手 淡淡地点了点头 嗯 梅灵显然是看到了杨哥 不为自言的神情 没有敢肆无忌惮地张扬下去 同时也看到杨哥 显然不想和他多谈 笑笑就要走到一边去了 这会儿 秦儿已经到了门口 和我站在一起 看到了梅灵 在杨哥面前的一幕 看到了没 一无相一无 我轻声对秦儿说了 杨哥不需要说什么话 就那个眼神 梅灵就不敢发糟了 你要是听他在外面 吹的那些 还不知道杨哥和他多惹合 其实呢 杨哥根本就不点他的 哼 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啊 秦儿轻笑了一声 正说着呢 梅灵满面称狂地走了出来 下去啊 看见没 那个人就是杨部长啊 市委组织部的杨部长 你不认识啊 啊 刚听风哥说起过 不过我教课 从不问学员的来历和职务的 我只知道他们是我的学员 是啊 妹妹 多好的机会啊 你可真会浪费资源 这个人呢 是实权派 你不妨利用教课的机会 多接近接近他 或者啊 对江峰以后也有好处的 我听了一阵的作画 这梅灵整天和秦儿说这些 早晚得把秦儿教坏了 一会儿秦儿开始讲课 我和老三还有兰姐 就松险了 站在教室门口闲聊着 兰姐看着我 小江儿 真的没生气啊 兰姐啊 你看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 我看你不是 兰姐笑了 看了看老三 老三也笑了 拦过我的肩膀 哥们儿 走 到夜市喝啤酒去 吃烧烤 我请客 好啊 兰姐 你去不去啊 老三看着兰姐 我不去 我在这儿陪着秦儿 你们哥俩去吧 再说了那烧烤啊 是垃圾食品 烟熏火燎的 我不喜欢吃 兰姐说着看着老三 少喝酒啊 晚上你还得开车送我呢 啊 好的 你放心 啤酒我是醉不了的 兰姐看着老三温情一笑 去吧 玩得开心一点啊 婆婆妈妈 怎么这么啰嗦啊 我看他们俩 眉头一皱 这不像是你们俩的性格 和说话方式啊 老三一睁 看着我眨了眨眼睛 咋了 没咋了 兰姐又笑了 好了 你哥俩想搬嘴啊 出去搬嘴去吧 老三冲我一嘶牙 走吧 哥们儿 于是我和老三 步行到了附近的烧烤一条街 要了炸皮和烧烤 边喝边吃 边砍大山 我和老三坐在马路边的一个云桌边 大口吃着烧烤 喝着啤酒 看着种下的夜晚 川流不息的人群和车辆 炸皮的酒杯很大 一杯一斤 一会儿功夫 我和老三 每人三斤下肚 点燃一根香烟 我和老三吞云土 老三看着我 歪着脑袋 突然说道 老五 我问你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说 我打了一个嗝 看着老三 你说 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男人 偏爱姐弟恋呢 老三抽了一口烟看着我 我一瞪眼 你什么意思 吃饱了撑的 想找我麻烦是吗 拿我开涮是不是 老三盲白手说的 老五 绝无子意 我今天真的不是拿你开涮 我是真的很认真 想和你探讨探讨这个问题 我认真地省视着老三的眼睛 哥们 没喝多吧 没吃错药吧 没有 真的 我是真的 老三拍着胸脯 我向毛主席保证 我这次绝对没有说 耍你 我抽了一口烟 你神经病啊 怎么想起问这个 我不是针对谁 我就是突然想起这个问题 想和你探讨探讨 真的 是学术探讨 不是针对性的 探讨个鸟啊 你找谁探讨不行 非得找我 我又等了老三爷 你是不是想抓我的把柄 想提琴儿教训我了 老五 绝无死意啊 老三一本正经地说的 千万别误会 我找你探讨 绝对不是带有目的的 我是因为你 你经历过这玩意儿 有切身体会 所以我才会 怎么 你要搞学术研究啊 专题研究 我斜眼看了老三爷 我可没体会 别让我麻烦啊 我说不出来 我去 干嘛这样啊 我不是搞研究 哥们就是喝点酒 先聊砍大山呢 这么敏感干嘛呀 老三不满地说的 好吧 说吧 有皮快放 我不知道 为什么男人 都偏爱姐弟恋 你自己谈吧 哎 老五啊 说真的 我今天是喝了一点酒 和你说心里话 你听了 不管好听不好听 都别介意啊 老三端起了酒杯 又喝了一大口炸皮 然后放下了杯子 磨了一把嘴唇 说实在的 对于姐弟恋 我曾经的看法是 我无法接受 在我看来 在男女关系中 男人应该是顶天立地 女方应该是小鸟依人 这样的关系 才是正常的男女恋爱关系 而如果男方的年龄 比女方小 不管女方性情多么柔弱 我觉得两个人相处起来 还是会很别扭的 要我去接受一个 比我大的女孩子 我觉得是一件 不可能的事情 说实话 作为男人 我喜欢被自己爱的女人 仰望 以及依靠的感觉 如果面对一个 比我大的爱人 即使她会去依靠你 那感觉也绝对 不会像是小女孩一般 让人肯为了她这份信任 去付出所有 我要说的是 首先从心理上 我就承受不了所谓的姐弟恋 别人说我大男人也罢 反正我觉得 女人是用来呵护的 但我没办法 想象如果去呵护 一个比我大的姐姐爱人 是怎么个滋味 我看着老三 这是你曾经的想法 那么现在呢 现在 老三狠狠地吸了一口音 我不知道 我觉得自己曾经的看法 似乎在动摇 我不明白自己 到底是怎么看待 这个东西了 我很迷惘和疑惑 我觉得现实 似乎是在冲击着 我一贯的思想和理念 什么意思 你不是曾经 一直很坚决地反对我吗 不是一口一个老女人吗 现在我和静儿在一起 你和我说这个 干嘛呀 不干嘛 和你与柳月无关 行了吧 老三翻着眼皮看了看我 你真是敏感啊 我看你是做贼心虚 什么意思 凭什么说我做贼心虚啊 我瞪了一眼老三 你自己知道 无许我说 你心里最有数 老三瞪着我 哼 我从鼻子里哼一声喝酒 我前几天 专程回学校 找心理学老师探讨了 他的观点是 解力练 一般而言 决定爱情天长地久的关键 不在于生理年龄 而在于心理年龄 如果对方生理年龄小 但是心理年龄超成熟 那么问题不大 不过有一份研究显示 鱼对夫妇 如果年龄相差超过九岁 那么天长地久 便难如登山 老实说了 这样的结论 其实不难理解 差了九岁 就差了一个十大 无论心态 再怎么成熟 也很难逾越 世代价值观的差别 老三说着 脸上的表情很滑稽 像是笑 又像是在哭 脸上这副表情什么意思 哭不想哭 笑不想笑的 老三 你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你和我一样大 是不是 废话 你比刘姐小十二岁 是不是 老三的声音里 充满了悲观 我看你想找死 是不是 你想谈什么就谈什么 别往我身上牵引 你说 为什么差过九岁就不行呢 老三问我 哼 这都是骗人的狗屁理论 就糊弄你这种傻叉 我举起酒杯 一口气将一斤扎皮 就灌进了肚子里 看着老三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故事背景发生在 美国的纽约 刚离婚的三年 带着一对儿女 搬离前夫的住所 开始自给自足的 全新的生活 多年没有工作经验的他 凭着自己的认真和努力 终于在体育电视台 找到了一份 可以发挥所长的职务 紧凑的上班生活 和独自抚养小孩的压力 如排山倒海而来 压得他喘不过气了 此时出现了一位 小的十五岁的社会新鲜人 Iran 虽然两个人并不熟悉 Sandy倾气之下 雇用Iran当保姆 聪明又有爱心的Iran 不断得到小朋友们的喜爱 也不知不觉 和Sandy坠入了情网 但受到世俗的制约 两个人在经历了一次 寒冬雪地中的争吵之后 划向了属于各自的轨道 Sandy成为了一个女主播 Iran去了一个牛叉的大公司 然后周游世界 五年之后 两人重逢 Sandy风韵幽存 Iran终于是从青涩正态 成长为半熟的帅男了 两个人最终走到了一起 你说这九岁的狗屁理论 成立吗 说完 我狠狠地抽了一口烟 嗯 老三闷闷地点点头 老五 现在我对姐弟恋 有了新的认识 我曾经一直觉得 你和柳叶之间 不可能有真正的爱情 你们之间 只不过是性的放纵和吸引 可是现在我觉得 或许你们之间 是真有感情的 闭嘴 不要提我 我此生说道 老三没有理我 继续说道 有一句经典的爱情宣言 曾经说过 身高不是距离 年龄不是问题 我现在每日都在不停地想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男生 喜欢姐姐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姐姐 喜欢接受小男生 难道是人性的一种释放吗 而人性本来就是喜爱自由的 看过一本杂志 介绍那个大酒窝的美女艺术家 与一个小自己 近二十来岁的小弟弟相恋 很多人都不看好 劝他放了这段感情 不要让自己再受伤害 他坦然地说 就算是两个人的年龄相仿的人 也不一定是天长地久 我不奢望太多 只求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光 每天都充满了欢乐 充满着浓浓的爱 女人愿意解力恋 是因为怀恋自己已过的青春 而男人愿意解力恋 是否因为 喜欢果子的味道 大于喜欢花开的香气啊 我会避免你 是否也要是否在评论 我们可以用这个小弟弟的 心理恋房的 我会避免你 能不能迷免你 不停地乱 这段感情 不停地乱 不停地乱